文川法在五月已經規定了 只要賣黃牛票 我們就會好好的嚴懲他 從五月到現在 五六七八九 總四月份 終於逮到了第一隻AI黃牛 為什麼是AI黃牛 他利用AI來搶這些票 嫌犯就是這一位周南三十歲 還對他滿不錯的 各大新聞都把他臉打得 非常非常厚的馬賽克 所以不知道他長什麼樣 但他學歷很高 不得了 他是台大資訊工程研究所 這一個網站從2019年 就開始設立要代購 但我覺得他運氣不好 為什麼後來遇到疫情了 三年沒有演唱會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能代購什麼東西 不過從五月開始文川法 新法開始實施到現在 短短三個多月的時間 他利用這樣的代購黃牛的機制 他已經撈到了27萬元 他設計的AI系統 到底有多厲害 一般人我們做各種 不管是什麼謎題 比如說黃偉翰的第二個字 是哪一個字 偉翰幾歲 各種謎題 又或者你要輸入你的各種代碼 奇奇怪怪的原型驗證圖 非常複雜 有些人按完票都賣完了 至少要三到五分鐘 手指快的 手指再肥一點的 可能要十分鐘 他設電腦最快只要兩秒鐘 兩秒鐘所有程序 他都一次就解決了 你根本拼不過他 最慢四秒也就解決了 所以這個程式很厲害 難怪大家都搶不過他 好 那有一種是加價轉售 有一種是用電腦程式的 這兩種方式都不行 都是黃牛 一個是現場牛 一個是網路牛 都不可以 但很特別的是 這一家被牽涉到的工作室 發了一個聲明稿 他特別強調 我們不是黃牛 我們沒有跟黃牛集團合作 我們是做好事 我們是在服務一些 沒有時間 沒有搶票經驗 家裡沒有電腦的粉絲 我們解決了他們的困擾 而且我們沒有加價 絕對沒有加價 那我們加的是什麼 他們加的是所謂的 這一種代購費 我們拿的是代購費 意思不太快 我猛知 我也聽不太懂 但這按照文創法是 你只要有獲利就不行 所以這個聲明 是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你來請教我看看 好 這個黃牛 剛剛要講得很清楚 第一個 對我們一般來講 這就是黃牛 可是顯然他有很清楚的界定 或者是有料到這一天的發生 所以他很強調就是說 我們第一個不是用騙的 因為他代購 比如說我先幫亮哥去買 那亮哥他有講 亮哥沒有網路 其實亮哥有 沒有電腦 他沒辦法 他上網不方便 所以我幫你 所以資料是你給我的 我沒有到你個資 我也沒有輸入假的個資 然後我去買票 那買票的過程當中 因為他的上網速度快 他是用光纖 所以他是下載1G 上傳600Mbps 我家來下載才100Mbps不到 所以他就很快 那他可以搶到 那搶到之後 我也沒有加價 但是我大概以這個 演唱會的熱門程度 我總要有一些代購費 1000到3000不等 那這個對我來講就是 票就變貴了 如果你今天幫我買了以後 我可能送你一塊蛋糕 然後呢 Uber E一樣比較貴 對 但是那個就代購 所以你重點在這裡 但是他今天所糾結 他今天發出一個聲明 就是後續他想要避開問題 我先跟大家報告 以往黃牛抓到 沒什麼問題 社會秩序維護法 沒什麼法 對 大家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才會通過這個新的法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新的這個 會罰得比較重 三年以下 而且是三百萬元 罰得非常重 那所以因為罰得很重的關係 他現在就要跟大家說 可能會被這樣重罰 對 這是新法通過以後的最新 那他現在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法的第十條 第一項有講 不正當方式取得票就不行 所以警方就覺得你是不正當 那他講說 可是我不是黃牛 所以你看聲明稿特別講 第一個我不是黃牛 第二個我沒有 我沒有加價 我都是代購 這些都是未來在法庭上 因為他雖然被 我覺得應該是會被起訴 但是他公法上 我覺得他也會有罪 對 但是問題是很重 不過有可能是十到五十倍 劃緩 看情節輕重 那就是二十七萬 這個三年以下是用虛偽資料 所以他現在 他完全在點上 他告訴你 我沒有用虛偽資料 我讓我直接問 你覺得這對二組黃牛 會有幫助嗎 應該 其實你知道這一題我覺得很難談 為什麼 因為他今天就是 就像我們買機票 我覺得後續會有更成熟 我們買機票也不是到機場櫃台去買 我們也是透過網路平台去買 他現在主張就這個意思 可是你的加購價是不是太高了 一千到三千 那這個顯然就不是正常價格 有賢利就不行 這跟你請人家代購頂泰豐 加個價 意思不是一樣 所以我說他現在要爭取 也沒有處罰 沒有有票 有說文化的產品特別不準 其他的可以代購 不是就是這個意思 代購不應該有罪就對了 如果代購有罪 Uber就有罪 當然是同一個邏輯 當初立委 文化產品他沒有辦法無窮複製 所以表演場次極少 所以文化部才會訂那個法 這個case是在修法之後發生的 然後他也顯然有備而來 他好幾項都針對就是 我不是黃牛 我不是黃牛 所以顯然我覺得 我是代購 對 我覺得我們節目 等到後來判 他的判例可能會影響很大 黃牛的本質就是代購 這個樣態有相關的規定 我覺得韋翰講的沒錯 等這個案例判決出來 如果你判得很輕 罰得也很輕 那當然大家照寫照錢 如果關了 關了一年兩年 那判得很重 那大家可能就有點警惕 除非是暴力 亮哥我要請教一件事情 這個大家看得沒什麼 鏡周刊有一篇報導 他說這個條通裡面 有一位小姐叫娜娜 娜娜接受他們反應 訪問說疫情之後 他們生意好得不得了 所以這些小姐會上演 華燈初上 結果變成華燈延上 因為搶來搶去 如果你不來 這個大哥就會不高興 黑道就會壓了你說 你不來的話 看你是要開槍 還是把你帶到山上 把你活埋 看你要選哪一樣 你自己選 嚇得死去活來 但娜娜沒事 娜娜如果有事 她沒有辦法跟周刊聊天 好 娜娜沒 不來的意思是跳槽 還是請假不上班 跳槽 或者是來我們這邊工作 所以是跳槽 對 你有沒有看華燈初上 他們會跑對面 我知道 你也知道跳通的生態 他演得很假 他最懂跳通生態 演得很假 民生北路哪裡是長這樣 那個有一種卡拉OK是另外一種 我們等一下再講那個戲 然後他說娜娜 其實娜娜本身就沒有事 娜娜沒事 以及中山分局說 沒有接到相關的報案 沒有人報案 但是他們大批的警力 就因為周刊的報導 去跳通 每一天要去領檢 領檢整整一個禮拜 我就覺得他沒有人報案 娜娜也沒事 然後還好好的接受訪問 然後要超一個禮拜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狀況 現在這個有檢察官 助理檢察官的職缺開出來 100個 不是法律系都可以 你只要打字 不要這個低於40個字 我是當助理嗎 助理 助理 聽起來很像書記官 好像打雜的 亮哥怎麼看 可是他不續聘 他沒有保證續聘 隨時可以file 因為他的工作性質 就不是他沒有 沒有培養你的司法資格 可是他有4646K 這個是 可是有人也願意培養這個經驗 就法院的經驗 黃世修的十分之一 你剛剛講那個 你剛剛講那個跳槽那個 一般公司比較文明的 都是你連我這邊上班 你就會簽合約 然後規定幾年內不可以 你說條通裡面也要簽約 不是 我是說如果他們是 按正常的規矩 你應該就是跟我簽約 那你如果你給人家跳槽 那你就要賠錢 就不會像他們這樣 用那個暴力的方式 用威脅的 可是條通腦有在選擇 一般都是用民事處理 那我用就用暴力處理的 除非那個小姐生意極好 或者是已經變成本店名花 那你跳槽會導致本店沒有人來 之類的 我不知道台灣現在有這個現象 亮哥那你有耳聞 疫情之後因為生意太好 所以這一些點克率特別多 高的人消解 走 我已經很久沒去了 不知道 真的 疫情不能去 但是規定要本名要身分證 那你之前有聽過這種事情嗎 真的很狠聽 就是說如果有什麼本店名花 那你如果離開會導致本店的生意 嚴重受損 一定是這個情況 不然要為什麼要阻止你跳槽 亮哥那我再另外退回來 想一件事情 既然說週刊報導 他等於說在寫一個現象 那他受訪的那個對象 雖然有遇到這麼驚險的狀況 但顯然是平安的 但是現在中山分局說 沒有接到相關報案 但是因為這樣的報導 要連續抄一個禮拜 你覺得這個合理嗎 而且你看那個陣仗 相當的驚人 五六十個警察 我覺得講這個故事的人 一定也是有一定份量的人 哪哪 沒有 我是說幫他寫出來的人 要進週刊的這個專理的人 所以警方會把他當一回事 所以警方大概信以為真 我們現在都已經上了媒體了 我們也討論了 臺北市的警方要是講說 不能沒有動作 反而要被罵死 他一定要去的 但是這些店家都知道 他一定有跟他講說 因為明天開始我們就會開始 危險一週 我說警察也很為難就是 這樣的報導出來 不做也不行 做了又擔心的時候 擾民 擾了店家 他就是一定要做 危險一週的領檢生意 一定會變得極差 但是沒有 還要看他領檢的 如果只是進去以後 大概就三個鐘五分鐘 如果只是看一下 身分證就走 那沒有什麼影響 但如果是比如說 三點也去 四點也去 五點也去 那人家就掃興了 對啊 所以看他領檢的強度 我覺得這應該是 因為發生這個事件之後 你得有個動作 不然大家會覺得說 台北市的地方好像什麼都不管 所以這一定會這樣子 只要出這個事情的話 無趣反而被罵 不過現在國際上 有個最新消息 烏克蘭的情報局 他們接到了一個情字 他們說普清 其實早就已經在上個月死掉了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喔